今天又来到这个美国地摊市场摆地摊了 在这个地摊市场摆摊 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特别小气的 也有特别大方的 刚刚呢我就遇到一个老头 他年龄看起来能有75岁以上吧 然后呢他不买东西 非要给我20块钱 然后他说呢 看我女儿挺漂亮的 然后看我也对他笑的挺友好的 所以呢他说要给我20块钱 我说我不要你没买东西 我不能收你的钱 他说不行 你一定要收下 因为这个呢代表是你对我的祝愿 哎呦我实际上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让人摸不透 然后他一定一定要塞给我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给了他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挂件 我说这个代表的好运送给你了 然后呢他就收下了 这对双胞胎大姐她经常来我这里买东西 买的呢都是小东西都是一两块钱 而且呢他们买东西吧 像我们比如说一两块钱姐妹俩可能就一起付款了 你说美国人小气吧 有的人他还真大方 这个大哥呢他给了我一瓶冰水 因为今天天气很热 在这里卖冰水还挺贵的呢 要三美元一瓶 我说我给你钱吧 他说不用钱 你以后想喝冰水就来找我吧 因为我有一个cooler 就是那种放冰可以保存很久的一个容器 他那里放了很多饮料和水 他说我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 你想喝的话就可以随时来拿 你不用给我任何东西 美国人有一些挺大岁数的 还买一些小玩具 就像这个大哥看起来没有30 有20好几了吧 他还买这种玩具 把它当宝贝式的 像我卖的一些小玩具 不仅仅是卖给小孩 也有的时候卖给一些成年人 感觉他们就像长不大似的 这是一样的女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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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给我水的那个大哥 他来我这买一个东西 我给他便宜了几块钱 很多人都觉得说 美国人的亲情很淡薄 其实我觉得也不全是 亲情很淡薄的确实有 我也确实遇到过很多美国人 他跟自己的亲人 父母兄弟姐妹 关系很一般都不怎么联系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很注重家庭观念的 也是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孩子都很照顾 特别是像我在这个美国地摊市场 摆地摊有很多拉美裔的都是从墨西哥那边来的 他们就是很注重家庭关系 像这些拉美裔的家庭啊 他都会生很多孩子 他们会觉得孩子越多 说明你这个家族越强大 也有人说啊 美国的爷爷奶奶不帮忙带孙子孙女 其实我在这个地摊市场 经常看到一些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来 给他们买东西啊 照顾他们呀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 心以为真的事情啊 并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人啊 在哪里都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都是有感情的 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你看这个奶奶就是带着她小孙女来买一把吉他 还买了一个解压球 她对这个小孙女真的是摆一摆顺啊 要什么给什么 今天不想来的 但是我老公下个星期呢 他就要出差了 我就想了趁着他在呢 能帮我看小孩 我就多来摆两次 今天的天气太晒了 而且呢今天是星期六 人都挺淡的 摆他的人也没多少 然后来逛的人也没多少 听说呢等会还会下雨 哎真的是今天不该来呀 但是来都来了 他们费都交了 我还是在网上订的票 要39美元一天 所以呢我都不知道 今天能不能增到本来 不管怎么样 多多少少能卖一点吧 卖多少就是多少吧 数了一下 卖了一百多块钱嘛 虽然是今天人比较少 摆摊的人也比较少 但是来我摊位 看的人还挺多的 但是买的人不多 差不多今天 卖了一百多美元吧 扣去摊位费啊 再加上一些成本费啊 可能就不剩什么了 回家呢 我老公可能又要叨叨我了 本来他今天也不想让我来了 但是我自己非要来 其实做生意呢 就是这样 有赚有赔嘛 不一定说每一天呢 你都是赚钱的 也偶尔呢 有的时候是赔钱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只要说你选择了这一行呢 坚持下去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 还是能赚一点的 大家之前看我摆他呢 都觉得我摆他是挣钱的 有很多人想跟我学习摆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也不是说 每次你都能挣钱 你既然来摆他呀 要自己做生意呀 就要做好赔钱的准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